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在伯南汉会堂将会举行祂的葬礼 我们感谢主的道 和祂的时刻给了我们的认许 哈利路亚 这是一封来自伯南汉会堂 约失伯南汉弟兄的来讯 亲爱的信徒们 过去几周是我们人生中最飞煌的时刻 与神的新娘在世界各地沿合在一起 聆听神启示七恩 这是最重要的两点之一 我们团结在一起 听到什么呢 我引述 在这个金字塔里面 有一块没有写字的白石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去西部 和那些天使的讯息联系 回到这里 向教会启示他 引述完不 伯南汉弟兄不得不去西方 与这七位天使联系 回来 向我们启示 一样甚至没有写下来的东西 但现在 通过启示 已经向我们显示了 并给了我们被提的信心 我们人生中都听过这些讯息 但是现在 这些讯息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被揭示 现在 就是这个的日子 现在 就是这个的时候 我们正在看到 和听到 神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 无论是在世界上 还是在这个讯息里面 现在 他正在 在我们眼前显现出来 我们的第七位天使使者 只是好像 古代的先知一样的先知吗 不是 他被呼召 到比他之前 所有的先知 更高的职位 因为 这个是人子 以人的肉身 显现自己 就好像神 在二千年前 所做的事情一样 我们的先知 蒙照 带领 新娘 一路到我们的新家 然后 先知 会将我们 引荐给主 神告诉我们 他的事工 完美地 传逸了摩西的生平 摩西 在追随火柱的旅途之中 有人站起来 与他对峙 这些人 被笑唤出来 正在前往 应许之地的路上 他们 挑战摩西 说他放了太多 在自己身上 他们认为摩西 不是唯一一个 被呼召的圣人 他们都是圣人 他们也需要 宣讲一些东西 这些人 说他们是圣人 他们确实是有事可做 但 神 呼召了他 摩西 唯独他一个人 要带领人民 他们也有自己的位置 他们受高了 他们通过 告诉人们 听摩西的话 来做 他们被呼召 和命名定要做的事 但他们想说更多的话 或者 假释 摩西 在这里说什么 他们 不满足于 紧紧 让人们 听摩西的话 他们想领导人民 他们想做的事情 给他们 被委托的事情 更多 或者不同 如果你怀疑 我们的先知是哪一个 或者 他被呼召 做什么 我邀请你去西部 看一看 神 自己创造的山脈 作为地球上 永恒的标志 通过放置我们 先知的名字 B R A N H A M 在山上 你是神基督的新娘 神选择并预定了你 祂的度住在你里面 你是活生生的度成肉身 神给了你祂的度的启示 撒旦 对你没有权力 这种令人着迷的信仰生活 并居住在你里面 神 以圣灵 今天 唯一提供的方式 引导祂的新娘 祂的第七位天使 先知 所说的度 这个先知 就是我们的牧师 我们的牧师 向我们保证 任何新的录音讯息 都会首先来自仓库 直至 主改变了它 因为 这个仓库 是制作储存池带的地方 巴林汉弟兄 也指示祂的助理牧师 来维尔弟兄 现在靠着神的恩典 我自己 指示我们 在教会 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我引述 我祈祷 祢能够帮助 我们亲爱的牧师 内围以地兄 主啊 令祂充满恩典 充满力量 并具有理解力 以便祂可以 采取 这种储存的食物 并育养 神的羔羊 引述完不 这些绿音带 是被神的先知 被呼唤为牧师的绿音带 如果你想听到主义此说 请在结佛信 维尔时间 星期日 下午12点 愿我们一起聆听 我们会听到 为新娘提供主义的食物 我们将会从第17段 开始聆听这个讯息 《约失伴立汉康帝卿》 听说到之前要读的经文有 《文数记》 十六章 三至四节 《印第安纳州》 《结佛孙维尔》 《基因聚集一起》的来讯 就此结束 教着神的恩典 我们下周再见 愿你平安 明镜与点植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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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